国会三读通过反洗钱与其他事务法案 加强我国反洗钱机制 包括要求赌场业者遵守更严格的客户禁职调查规定 通过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 确保我国继续有效打击日益复杂的洗黑钱活动 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显示 每年有大约2万亿到3万亿美元的非法犯罪所得 通过全球金融市场体系流入市场 这个数额比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来得高 内政部第二部长杨立民在国会提出反洗钱与其他事务法案二读时指出 洗钱手段不断变化 我国必须持续调整反洗钱机制 包括要求在防止罪犯利用我国金融系统洗钱方面 扮演重要把关角色的赌场业者 遵守更严格的客户禁职调查规定 部长也指出 由于很多案件涉及外国受害者或机构 加大我国执法机构的取证难度 法案通过后控方将无需证明有关账款流动的足迹 或款项是犯罪所得 控方只需证明涉嫌洗黑钱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 他处理的是犯罪所得就足够 部长也强调 不过在必要时将进一步收紧反洗钱法律 维护金融和经商生态环境的声誉